OK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的第二把 比赛的第二把 因为观战犯吃完亏之后嘛 脸边的话都是没有选择抢速度 对面变了一个拔舌卡 拔舌卡有什么用呢 嗯拔舌卡的话是可以 免疫高级毒 观战犯的话变了一个天兵卡 天兵卡的话 有一个小凡育的一个效果 不过没有什么用 因为一般的杀人宝宝的话 都会有高级潜力 高级潜力的话 打这种变繁育属性的话 反正这卡片没有什么屌 屌用观战犯的话 加一把流云 还是要脸边都 血赖属性的一个情况下面 观战犯的话还是想 一个移速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对面福战武装冠 观战犯的话 突袭繁寿山 对面500万的号 观战犯50万的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比赛的话 观战犯的话 通过特技 潜到移速 对面也加一把流云 就翻寸 这个门派 如果说没有移速 跟对面这种武装冠打 会非常的难受 你懂吧 为什么会非常的难受呢 就如果说观战犯没有移速 可能分身一出来之后的话 连封对面的机会都没有 观战犯有移速 对面就基本上整局比赛啊 对面基本上封不到观战犯 就基本上是个这样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对面的话 能不能抢得到 把移速给抢回来 对面起盾 我跟兄弟们讲一下 我看对面这个武装冠打PK的 有点 想起谁的那个感觉 我不知道兄弟们看过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武林风 武僧一龙 就感觉就对面看性好高 就有的时候 他不出宝宝跟你硬顶三汗 你懂吗 铁头弓弓 你懂吗 兄弟们 对面出了个小孩 一般这种复战的一个武装冠的小孩 都是那种魔性激发 给物理系 加三汗的那 那那一种小孩 就 我们来看一下 他出小孩是个什么 那个意思 出小孩的话 就是显给自己 对吧 用一下那个仙人指路 仙人指路的话 是小孩的技能 一把比赛的话 最多用两次 就是这一回合解封 对吧 下一回合生肖 没有什么用 比赛的话 二十一回合 对面的意思是 小孩给小孩加个流云 小孩比人物快 对吧 小孩破分身 武装关台套 是这个意思 比赛的话 二十三回合 我如果是对面 武装关这么好的硬件 我怎么直接 潜艺术就套你呗 对不对 对吧 对面武装关的话 肯定是16段的腰带 16段的鞋 闪都不需要闪的 直接潜一把速度 给你套起来 对不对 就根本没必要 感觉就 搞个血奈 属性跟这个 三寸慢慢耗啊 对吧 比赛的话 二十七回合 我们来看一下 走邀请 就关在番的话 他想 想先把对面的卡片 先破一破 破掉对面卡片之后呢 关在番宝宝 给对面挂一个高级 我先消耗一下 对面的查克拉 就现在这个查克拉的话 对吧 关在番出宝宝的话 搞对面搞不定 你懂吧 对面五身一龙 你懂吗 砍得住 对吧 关在番疯狂破 破卡 打环宝的话 卡片比较难破 你懂吗 比赛的话 三四六回合 对吧 写心服 没有破掉 就对面 你看没有 就硬件还是硬件 钱还是钱 你懂吗 就对面不动 就哥们 你有种就换 对吧 关在番也不敢换 因为番寸的话 一般厉害一点 有脸波机会 就是有脸波 就是催眠冲刺的一个机会 就是力批顺法算一波 力批顺法算一波 关在番还有六个宝宝 就差不多 还有脸波机会 就按对面这个硬度来讲的话 就关在番的话 就基本上只有一波机会 能冲走就冲走了 冲不走的话 又要翘 最起码是个平局 这边的话笛子比较多 直接加敌的话 轻宝宝 比赛的话 51回合 对面的话 直接加镇压定期 轻关在番宝宝 可以看得到 对面宝宝速度也快 宝宝是一速 风系之间 打PK的话 宝宝 有一速的话 优势特别大 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如果说关在番宝宝先出手 对面这个宝宝 看没有 干干吸血的话 吸不上来 对面宝宝先出手 对面宝宝先吸血 关在番宝宝出不了走 风系 宝宝的姿势特别关键 宝宝能有一个宝宝的医术 也是很关键 比赛的话 54回合 一把吹眠 吹进去 事成仙实 一眼归来 文化人 兄弟们 摇鬼戏 就对面的话是没有 机会来封关战犯啊 三号有报 对面的话人物破分身啊 OK 拍不太动啊 关战犯分身回血的话 血 血脉的一个属性啊 分身 回血的话 也差不多是1000多点血 随手的话 这种宝宝 没有什么用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两边宝宝清的差不多了 看哪边 哪边先 先动手好吧 这边的话就关战犯宝宝更快一些 关战犯宝宝快 对面宝宝就出不了手 对面宝宝快 关战犯就出不了手 很简单 对面的话 给关战犯宝宝打尺 见底宝宝的一个三号看信 打尺的效果还是特别明显啊 这边的话宝宝有异数 直接给宝加敌 你看没有 对面的话再打尺 那应该连把尺的话 对面宝宝 砍这一刀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 OK 这宝宝老散包啊 兄弟很潇洒 比赛的话 66回合 加野兽之力 卡片 卡片破掉了 这个时候 宝宝的话应该 三寸的宝宝都会有高级毒啊 对面的话不知道 有没有戴神木面具 OK 鬼气 OK 这个时候比赛的话 69回合啊 兄弟们 好 关战犯的话直接 利劈了 要冲了 兄弟们 71回合 你把先加野兽 再加敌 三害直接拉满 这一刀下去 剪到底的话 就出那个 暴击的话 这得死吧 对面丢了一把尺 那死不了 一刀 4000 批不死兄弟们 真的太硬了 兄弟们 这个应该是阿坤 最好的利劈了 这利劈劈不动的话 那没办法了 哥们 那感觉要平举了 这边的话出 凌刃的引弓 凌刃引弓 那感觉又打不过 这一把比赛 又 又感觉得平局啊 兄弟们 对面把关战犯的卡片 给破掉 破掉卡片 还好 破掉卡片之后的话 还 还有一速 哦 关战犯是天 天兵卡片 破不破掉 无所谓 关战犯 封 死魂 对面挺要 就关战犯 这种宝宝出来啊 就 对面被封 死魂 对面一刀一刀 可以把关战犯 都完全打不动啊 兄弟们 比赛的话 81回合 关战犯 还有三个宝宝 还能出三个 就这个时候 问题是交给关战犯 对吧 兄弟 就我这属性的话 你怎么破解 能破解吗 比赛的话 84回合 关战犯分身 对面先出手 我跟朋友们讲一下 按道理来讲的话 就这一把比赛的话 应该是对面 就是如果说平局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对面 真的 对面一个武装怪 没有抢速度的情况下面 就能够这样压关战犯的话 对吧 我觉得应该是对 应该是对 对面赢了 好吧 关战犯这一把属性的话 对吧 血奈属性啊 也是比较的 克制对面的这个工地厅啊 我觉得对面 真的 我觉得 你无敌那边的速度 可以调控调控 速度太慢了 你懂吧 速度不够啊 我觉得对面 有医术的话 我觉得翻村应该是没有什么 还 还手的机会 就兄弟们你们你们不要觉得对面这个武装怪 有医术会影响对面很多的一个看行啊 影响不了太多 因为关战犯 翻村根本没有给对没有跟对面抢速度 你懂吧 对吧 稍微晚一点小心机啊 多加一百点敏捷啊 其实影响不大 对吧 带个什么面具对吧 准备变个什么敏捷卡片对吧 随随便便可以起来 一速啊 我感觉 比赛的话 96回合 对吧 一速翻村的话 感觉现在只能够拖平局了 这个比赛啊 前面前把比赛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就基本上对面武装怪是全程一百多回合的比赛都没有封过你啊 就没有封 没有出过封印 就这比赛的话能被对面拖平局就也能够体现出对面这个实力啊 确实硬件是硬件啊 一分钱 一分获胜的 确实是有硬件啊 就对面这个时候 如果说戴个什么面具啊 这个时候 对吧 稍微变个卡片啊 对面的话 起来一把 天地同兽 免疫法术 因为对面人物要平坎 给宝宝破分身嘛 关键帆的话肯定是出了一个公宝宝 这 这地厅能占这么多回合 可能是关键帆这个武器伤害不够高啊 也不敢去学对面去捅地厅啊 OK 这把没有封印 这把没有封住 对面直接破分身 也没有加天地啊 还差两把力批 就要批走了 关键帆加血 对面直接破分身 直接先加天地 一把天地的话 一把天地的话 四回合 等于说可以破三次分身 关键帆还有两个宝宝 应该宝宝的余念不多了 你看没有 OK 平坎 宝宝的话应该是 没有魔法药了呀 这个宝宝 比赛的话110回合 OK 关键帆的药品吃的很好 都是连百品的一个 贝玉大金 一个大金顶七千 药品的话 还是吃的可以 可以看得出来 阿坤打这个比赛的话 还是比较认真 比赛的话113回合 我倒看一下 谁能赢比赛 兄弟们 摇鬼气 关键帆为什么不捅地听呢 只有一种可能 关键帆武器的 伤害太低了 你懂吗 我觉得关键帆捅地听的话 有一点好 对面最起码不能把把破分身 得给地听去卡个药 不能够把把力劈 你懂吗 全面 对吧 用钱砸 OK砸掉 比赛120回合 对面加天地 我们来看一下关键帆 怎么说 对面先出宝宝 这个时候应该 杀人力皮 关键帆的话 出了一手引弓 应该是这个局面 比赛的话123回合 所以说对面 还是不够自信 没有拿到一速 拿到一速就好了 真的 还是不够自信 要对面有 一速的话 我觉得随便打 关键帆这边 好像也不是攻宝宝 不知道是个什么宝宝 是个宝宝 因为给宝宝加监定器 反应一刀 利PP7起 还有20回合 看一下阿坤能不能顶住 感觉对面 如果说再加一把天地的话 就顶不住了 哥们 感觉对面再加一把天地的话 有点顶不住了 能吹中吗 吹不中 对面加天地 那没了 兄弟们 一把天地四回合 破分身 能破三次 对面 关键帆 启顿 闭刀 那能 那还可以 看一下能不能 保个平局 那还行 那感觉 拖个平局 没有问题 关键帆换了 最后一个宝宝 关头 关头脑 关头小童子 对面出宝宝 比赛都把134回合 对面没有一束 有一束就好了 对面加监林奇 最后比赛的15回合 散人里批 宝宝有神 有神再多拖一回合 你说这种宝宝 早就应该换了呀 高进爆 高一致 一个都没有 这种虚弥 有啥用啊 坤哥 OK宝宝 对吧 关键是宝宝 能神 你懂吧 比赛的话 137回合 怎么解说一把比赛 怎么又平局了呀 兄弟们 看一下对面 能不能绝杀比赛 关键帆起火焰伞 对面起天地 没有起天地 直接破分身 比赛的话 最后12回合 这个力匹凶啊 兄弟们 这力匹关键帆 有盾都砍不住啊 下一把封印 很关键啊 没封中就走远 走远了 关键帆没有选择封印 选择直接卡 卡 卡药 直接拿药顶 最后10回合嘛 千万不要出暴击啊 OK 关键帆出宝宝 应该是出了个农宫小孩 我操这批的 OK 地面给宝加天地 应该是要先擒农宫小孩 一把力匹应该是直接就要走 一把力匹 9300 最后7回合 兄弟们 关键帆 但凡有一把催眠 能够催中 就基本上是平局了 好吧 起盾 没有选择吹 选择硬顶伤害 对面不要暴击啊 一刀 OK 关键帆出 金甲 这边的话 送了一把凝神 他人物起了一把凝神啊 催眠 送了一把凝神 催眠没有吹中 那应该是平局好吧 不出意外的话 对面宝宝没有难了 应该是平局啊 比赛147回合 就这一把比赛 哦呦 这能绝杀比赛吗 对面又换了个地厅 148回合 对面换地厅 地厅又破分身 这妈 又是攻地厅 哇 冲啊 我操 哇 哇 这武装冠 真的是猛啊 兄弟们 148回合 绝杀比赛 真的酷啊 兄弟们 这武装冠有东西啊 好 这武装冠有东西啊